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阴宅的第二部 《觉醒》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在1965年 胡子哥一家人搬进了一幢别墅 在1974年的一天深夜 胡子哥突然就大开杀戒 把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给干掉 据房间传说 在这幢别墅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胡子哥正是由于被这幢邪恶的别墅洗了脑 因此才杀了一家老少 40年后 单亲妈妈冷淡事 带着儿子闺女搬进了这个是非之地 她闺女大眼妹一看就比较叛逆 这姐妹前两年呢 整天不是科药 就是跟古坏仔打情骂叫吓唬闹 她双胞胎的弟弟倒霉蛋啊 当初就是为了替她打抱不平 从楼上摔下来啊 成了直屋似的 在很多恐怖片里啊 通常都会有一条没什么好下场的狗 这条叫炮灰的狗啊 也不例外 看上去精明能干 但最后啊还是领了好饭 吃晚饭的时候 冷淡婶的小闺女小萝莉带头祷告 这个时候炮灰哥突然冲着门口不停的狂叫 这意思就是告诉观众 很快就要大事不妙 转场之后 大眼妹到弟弟倒霉蛋的屋里抒发感情了 请注意这只苍蝇哥 他其实就代表着那个恶灵啊 大眼妹穿的小嫩嫩在复习功课的时候啊 好色的苍蝇哥又出现 把大眼妹聊扯的是心烦意乱 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外边有动静 当她刚把窗户关上了 诡异的一幕就出现 把这姐妹吓得是花枝乱颤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看到小萝莉正站在倒霉蛋房间的门口 大眼妹说你大半夜不睡觉 是梦游啊还是打算去浆尿 小萝莉说刚才倒霉蛋说脏话 用词之龌龊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 大眼妹一听就吓尿 急忙抱起小萝莉去睡觉 两人刚来到楼上啊 倒霉蛋那边出事 眼瞅着倒霉蛋的心跳是越来越快 可把冷淡事儿瞎患 大眼妹说我弟弟早就不行了 就甭跟这浪费感情了 冷淡事儿一听上去就是一大嘴观 随着这一记响亮的耳光 倒霉蛋当下一颤 奇迹突然出现 大眼妹来到学校 发现同学们呢 都在议论她家那套别墅的事 她上网一查呀 当时就吓了一跳 她的同学龙套哥说 真的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们家住的那套别墅是一凶宅 胡子哥就是在那套别墅里 把她全家人都给杀了 而且这故事都拍成恐怖片了 大眼妹回到家就开始质问她们 说咱家这套别墅闹鬼 你知不知道 冷淡事儿说那都是美丽的传说 你甭想那么多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医生毛淡事儿来到了冷淡事儿的家 冷淡事儿说 像我儿子这种情况 是不是说明有好短的迹象了 毛淡事儿说 以我的经验来看 倒霉当 这很有可能是交饭票之前的回光返照 如果你们不相信 咱可以再做一次次贡政 大眼妹说 我弟弟受的罪还少啊 你们别在这儿瞎互搞了 到了晚上 大眼妹在壁纸里发现了猫腻 她上网查了查资料 在一对照 当时就吓尿 凌晨3点15分的时候 大眼妹做了一噩梦 她梦见胡子哥拿着枪 正打算让她领便当 第二天 大眼妹来到学校 在龙套哥和大兄妹的建议下 三个人决定晚上到大眼妹家里 看那部空空车 龙套哥说 咱应该在凌晨3点15分的时候看 大眼妹说为啥呀 大兄妹说 胡子哥就是在那个时间呢 让他全家人领了饭 到了后半夜 龙套哥和大兄妹摸到了大眼妹的家 龙套哥说 你家后院那个是不是魔法圈啊 大眼妹说 魔法圈是什么鬼啊 龙套哥说那是一个古老的信仰仪式 当人们发现某个地方有邪恶的东西的时候啊 就会用盐或者火做成一个圆圈 把那玩意儿给困住 三个人正看着一阵阵干颤的时候 突然停了电 龙套哥说 肯定是保险私团 随后三个人来到了地下室 龙套哥说 那邪恶的东西会侵入你的梦境 直到你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噩梦 然后碰的一声啊 就会要了你的命 而就在这个时候 冷淡婶拿着散弹枪突然杀到 把三位的全都瞎吊 转过天 医生毛淡叔开始替倒霉的耳机性体检 突然 苍蝇哥率领大部队向毛淡叔发动了袭击 把这毛淡叔当时就吓懵逼 毛淡叔说 我这水平可不行啊 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嘛 要说这家里最明白事的 就是大狼狗炮灰哥了 虽然这哥们多次以狂叫的方式提醒冷淡婶 但他的话却一直得不到重视 炮灰哥心想 好良言难劝该赐鬼啊 你这个老娘们早晚得后悔 要说这高科技啊就是好 第二天下午 当大眼妹放学刚回到家呀 发现他妈咪冷淡婶 弄了台可以用眼睛选择自磨电脑 大眼妹一看激动的是泪流满面 龙套哥说 这事肯定是不对劲 你弟弟已经昏迷了两年了 这刚搬进凶宅就醒了过来 我认为肯定有邪恶的东西 把你弟弟给上了 你要是不信的 可以回家找他亲子问 大眼妹回家就开始跟倒霉这儿闲出来了 说是不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把你的肉体给侵占了 倒霉这儿说没错 你得救救我 快让我嗝了屁 大眼妹说既然你豁得出去 那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大眼妹说着把氧气管也拔了 把仪气的电也断了 魔鬼一看那能干吗 说你赶快给我滚蛋 听到动静的冷带事急忙冲进了房间 发现倒霉带竟然不用插管也能传气 龙套哥说这下可坏了菜 你必须找到一个办法 让你妈咪相信魔鬼是存在 大眼妹回到家 利用调虎离山之计 把他妈咪和倒霉带骗了出去 然后他砸开了地下室的那道墙 发现了恶魔的秘密 小萝莉在河边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发现大狼狗炮灰哥的尸体浮出了水面 把他吓得是花质乱颤 随后大眼妹跟冷蛋婶进行了技术上探讨 大眼妹说我认为肯定是有什么东西 对我弟弟动了手咬 今儿我砸开了地下室那道红房间的墙 我觉得倒霉蛋的病之所以好得这么快 肯定是那房间里的什么东西做的怪 冷蛋婶听完之后奄然一笑 说那红房间我其实早就知道 我以前一直信教 当年你爹地得了癌症我是每天不停的祷告 可到头来根本没屁用 最后他还是丢了命了 你弟弟变成植物人之后 我还是每天不停的祷告 但依然没有效 回看既然上帝不给咱活路 那我只能向撒旦求助 如果这幢别墅真有某种力量能让你弟弟好转 我愿意冒着这些 大眼妹说妈咪你可别扯淡了 那魔鬼已经控制了倒霉蛋 搞不好很快就会让咱全都领了一块饭 到了后半夜 被魔鬼附身的倒霉蛋开始满杆了 他首先让无辜的大姨妈领了好饭 然后又把妈给杀了 大眼妹带着小萝莉刚想撒子撩 已经被鬼附身的大狼狗炮灰哥突然把他们给拦住了 这炮灰哥虽然挺凶悍的 但大眼妹也不是白吃饭的 接下来是一场人狗大战 大眼妹是左一刀右一刀 刀刀都是致命的招 炮灰哥很快就爆了笑了 而这个时候的倒霉蛋正准备对小萝莉下手 大眼妹一看急忙一恶虎不实 抱着倒霉蛋一起摔到楼下 影片的最后 看完这整部影片我们还是来说堂试一下就好 有病必须得吃药千万不能瞎胡闹 上帝虽然不靠谱 魔鬼更加不高调